因為拍這個片子的時候跟這個故事 其實都是生活裡面看到的一些 看到的一些真正的生活的片段 那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今天看到這樣子用心做這個視障版話 這個narrative movie 我也是覺得真的很高興 覺得有的時候 我直說吧 有的時候你會對台灣很擔心 看到很多事情很失望很生氣 但是也在很多時候 你會看到台灣在小小小小的地方 一直在進步 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小豫老師 小豫老師謝謝 小豫老師今天在基隆拍 在野柳 拍另外一個劇 那這個劇叫有報吃味 那之後呢 也會在公共電視的頻道上面播 也是討論又關於青少林相關的題材的 那也非常感謝小豫老師 他今天真的是在擺盲當中抽空來到了現場 那最後呢 公共電視這邊也還是要再度感謝所有的民營人跟 市場朋友今天能夠在假日這邊 元宵節 撥空來跟我們大家團聚來看這個數到第365天的市場版的影片 最後呢 要跟大家說一下就是 即日期在每個禮拜五 早上8點半呢 我們公共電視頻道 將會播出 總共六部的這個 市場版的 用心看人生系列的影片 那也請大家回去告訴大家 有機會的話呢 可以在公視頻道上面欣賞 那之後如果說有一些播出時間 重播的時間的話 我們會再透過這些社團的管道來跟大家說 那最後呢 還是謝謝大家今天的歷領 我們在外面呢 有準備了一些簡單的茶點 也請大家可以到外面享用 謝謝 謝謝